You know what time it is 歡迎來到籃球公道 我是Eric 我是Brian 我是Paping Guys 我是來賓GM AKA 讓花小編幸福的男人 沒有小三的男人 沒有睡覺夥伴的男人 大家想要知道我們在聊什麼的話 去聽那個 With My Homies的Podcast 我覺得前面 我剛好看到一個 來問一下兩位 一樣是Star Bench Cut 然後LeBron 一開始就來Star Bench Cut 好好好 直接先來一個 騎士奪冠LeBron 洛杉磯奪冠LeBron 跟熱火奪冠LeBron Star Bench Cut 來 不好意思 熱火奪冠LeBron 騎士然後再胡人 所以卡掉胡人 卡掉胡人 然後熱火先發 騎士後補 GM 等一下 我想要理解一下 我們現在到底是聊說 單就LeBron個人能力呢 還是說他整體搭配團隊 所發揮出來的 個人能力就那個強度 我的話騎士LeBron 然後再來熱火LeBron 最後 cut 胡人的LeBron 但是我必須解釋一下 我覺得胡人的LeBron 他是球技最成熟的 但是相較之下 我覺得他的體能 可能就沒有 熱火時期的那麼勁爆 熱火時期的LeBron 他是防守最強的 那這兩個的綜合體 我覺得就是 騎士的LeBron 因為他可以落後3比1的情況下去逆轉 所以我覺得 騎士的LeBron 是最好的綜合體 很會講 反應很快 反應很快 專業 專業度要拿出來 我個人也是就是騎士LeBron 然後熱火 然後再來就是 他掉的胡人 剛好 我就看前面先來一個 pop up quiz 一下 那這樣子 可以進入到我們今天主題 我們今天要來聊一下 就是在這一波交易裡面的3個空位 哪一個空位的加入 可以帶給這個球隊更好的加成 第一個就是 Dijonte加入老儀 第二個就是 Jalen Bronson加入尼克 第三個 就是 Brogdon 加入到Celtics Brian你自己怎麼看 我覺得第一是 Jalen Bronson 然後第二是 Dijonte Murray 第三是Brogdon 那為什麼會Jalen Bronson排第一 你覺得他加入他就會打進季後賽嗎 就講 目前 戰績最差的就是尼克隊 我覺得Jalen Bronson可以給這支球隊最大的boost 就是他可以改變這支球隊的球風 他可以拯救他們的戰績 拯救這個教練 拯救他們兩個鐵到歪掉的主將 因為他個人的單打能力也有 然後他上個賽季 不管是在任何的點 他的命中率都超高 靠近籃框59%命中率 拋頭58% 中距離48% 3分38% 然後他的catch and shoot What the fuck 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東西 Steven A. Smith 當那個Skip Phelous在講廢話的時候 他不是 因為現在尼克隊他主要的持球者是RJ Barron 以一個主要持球者來講 他場均只有3個助攻 就有2.2個15 Jalen Bronson在小牛隊 擔任Dontich的副手的時候 上場都可以有16分 然後4.8助攻 然後失誤只有到1.6個 就這樣子的一個助攻跟失誤的這個Ratio 其實算很高的 比起RJ他是更好的一個傳球組織者 他打Pick and Roll的能力 我有查一個數據是 每一場有超過5個Possession的Pick and Roll 至少打30場比以上的比賽 Jalen Bronson他的Points Per Possession 是全能別第一的 就我覺得最主要還是點是 如果以尼克隊現在的情況 他的加入可不可以打進技能賽 我覺得這是最簡單的 我覺得很有機會 就他可以讓這個隊的球鋒打得更穩定 那這樣來啦 好了 只看完了每一局 哦哦 到了是不是 其實我還可以在 你先說我不是覺得另外兩個不補強哦 沒有啊你 這怎麼排都不會是Jalen Bronson第一吧 你在講什麼 你當我聽到Jalen Bronson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已經沒有討論的空間了 OK 怎麼樣看都不會是Jalen Bronson啊 你會怎麼排 我這邊的話我覺得 Brockton會排第一 然後再來是 The Jonathan Murray 然後最後是Jalen Bronson 你要跟我講是The Jonathan Murray第一的話 我覺得我也沒有辦法 閃丁截鐵的反駁你 但是這兩個隨便你挑一個 總之就是不會是Jalen Bronson 不是說Jalen Bronson不強 而是說Jalen Bronson 他加入尼克之後 尼克難道就變成季後賽的球隊嗎 絕對沒有 尼克最多最多明年就是附加賽 然後被淘汰 進到季後賽八強 哦 絕無可能 哎唷哎唷哎唷 我們直接立Flag 絕無可能 Brockton這邊呢 我覺得排Brockton在第一 他完全可以補足賽爾迪克 最需要的那一塊 但是Smart他自己就出來說 你們大家都覺得 我們需要控球 但是我們在一個沒有控球的情況下 我們也殺進總冠軍賽啦 不是 當Jason Tatum跟Jalen Bronson 他們兩個進攻當機的時候 Brockton是可以完全彌補掉 進攻上面的空缺 跟他的一個真空氣 我覺得這個是賽爾迪克現在最大的問題 因為你不可能在這兩個當機的時候 你去依賴說 Market Smart吧 或者是 Al Horford 當然他會有時候神來一筆 但是他大哥都已經幾歲了 你饒了他吧 你是要啃老啃多久 但是我會覺得 他的問題就是他太剝離了 這個會是他的隱憂 除了傷勢以外 沒有東西可以阻止他 帶給賽爾迪克 非常好的一個boost 那DeJounte Murray 我覺得個人能力 可能是這三位最突出的 可是DeJounte Murray 他有個隱憂 就是你不知道他跟Trey Young搭配是怎麼樣 當然你會說DeJounte Murray 他以前也是打過off guard 他在馬次隊的時候 也不是一開始就是第一進攻點 換句話來說 DeJounte Murray 為什麼他現在討論度這麼高 也是因為他去年打出來了 那他去年打出來的前提是什麼 他的usage rate提高了 然後他也是第一持久點 那這個東西 你把它拔掉之後 DeJounte Murray 還是去年看到那個 DeJounte Murray 然後再來就是相較於 Malcolm Broughton 我比較不看好 DeJounte Murray的點 是在於說 他的三分投射 就跟我之前講過一句名言 規規牽到北京 還是規規嘛 不是說DeJounte Murray不行 而是說 他一直在馬次 就是一個沒有外線的球員 那他到了老鷹 一樣會沒有外線 當然你要說他有防守 而且他也可以當第二持球點 這個東西我們要否認 所以如果你硬要把 DeJounte Murray 擺在Malcolm Broughton前面 我也完全不會反模擬 只是你說 Jalen Brunson這個東西 他是能夠幹嘛嘛 他到了這邊 他場均20分 尼克隊也不會競技優賽啊 因為我們今天的topic 是誰能最影響到 目前這支球隊 你看你剛說Celtic他們補了Brockton 他們會多屌多屌 可是他們去年就已經打到亞軍啦 那你這樣說 如果他們補了Brockton 是不是一定要拿冠軍 我們應該要放眼明年的賽季 以一個單獨的個體來講 我的著重點是在於說 明年東區只會更強 賽爾迪克在沒有補強 Malcolm Broughton之前 難道大家都覺得 賽爾迪克一定會打到 明年東區的冠軍賽嗎 不一定吧 對不對 那某種程度上來講 Malcolm Broughton 是不是整個帶起了 大家對於賽爾迪克的預測 然後再來是 老英隊去年附加賽 用吊車尾的方式 擠進了GEO賽 那加了 Djuntic Murray 賠掉所有未來 還是用這種方式進GEO賽 全部都會清空啦 除了老闆以外 他全部都會炒掉 最後我們來看尼克隊嘛 如果按照你的邏輯 去年來講 我不認為你加了 Jalen Brunson 尼克隊這邊會有任何改變啊 我剛剛就講 最多最多就是附加賽 絕對 100% 我不看好他們進GEO賽 那你也覺得 Brunson的這個 deal 超級失敗嗎 我不覺得他是一個失敗的合約 因為某種程度上來講 Jalen Brunson 確實是今年自由市場上 你能夠搶得到的 最強的後衛 這也是為什麼 我在討論一個球員 一補一價的時候 我通常會帶到 他當時那個休賽季發生的事情 舉例來說 現在大家都說 可是如果你把時空 帶回到 2016年自由球員市場 在薪資報表的情況下 KD又離開了情況下 Russell Westbrook去拿一個MAX 真的沒有很一價 同樣的道理 你把他拿到今年來講的話 Jalen Brunson這邊 他就是市場上最好的得分型後衛啊 你不用2500萬去簽他 你要用多少錢去簽他 不簽他 別人會簽他嘛 像譬如說 Dallas Mavericks 他們也是想要用同樣的價碼 來續約Jalen Brunson 可是Jalen Brunson就說 Sorry man 就是 I'm leaving you guys to go to New York 不是錢的原因 所以他去嘛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不能去怪紐約的管理階層 市場上就是這樣 如果我是尼克的總管 老實說我會直接不簽 因為今年的市場 你能夠簽到的球員就太爛了嘛 你要簽的話 真的也就只有Jalen Brunson 但是他一到這支球隊 他就直接變成他們的先發指揮官 再來是Murray 是他一到了就變成Trey Young的副手 他去彌補他們去年季後賽遇到的問題 缺乏第二個得分點 跟防守上的不足嘛 只要對方有突破 他們是直接第一線就完全擋不住 所以後面的位置就一個一個漏掉 那Djante就是可以來負責 幫助Trey Young把這第一拍 給擋下來給守下來 那Brockton他要做的就只是 他在關鍵時刻 他的命中率很高 他可以負責組織 但是這支球隊就已經這麼完整了 所以我覺得另外兩個人 會對他們來到的這支球隊 會帶來更大的效益 就算尼克隊明年 好打進play in 比上個賽季爛了 但是你去看到 現在東區的這些球隊 我隨便念至少都有8個算是強隊吧 你看熱火Celtic 公路76人 公牛 老鷹 騎士 可以 暴龍 這些看上去隨便都比尼克強 所以我覺得 不是說他們例行賽的戰績會打成怎樣 我的意思是 他們整體的球風整個看上去 不會再是 上個賽季那種 他們兩個輪流ISO 然後輪流BREAK到爆 還變他們的球風 然後也 保住了 Tom Thibodeau總教練的位置 雖然我覺得他是 不久之後就要被 補充一下就是 首先 他適不適合 Tom Thibodeau這類型的教練 那我們都知道 Tom Thibodeau就是要 防守型的漢將 Jalen Brunson 他從來都不是一個防守漢將 那這個東西怎麼搞 然後再來你說 領導者的部分 他真的能夠讓 RJ Barrett 還有 Julius Randall 去聽他的話嗎 我不知道耶 他在 Dallas Mavericks的定位 也不是一個指揮官啊 他主要就是一個砍分手 他上來就是 Linbei就是要得分嘛 所以 你說他控場能力 到底有多強 我其實不確定 至少 我目前沒有看到 他能夠指揮的能力啊 對 但我的前提就是最理想狀態 Tom Thibodeau把他當成主要持球者來用 把他當成D Rose來用對不對 他跟D Rose怎麼比 老實說啊 這個合約其實真的很容易很容易就會變成一家約 基本上 Jalen Brunson簽這個約 他場均至少20分 OK 回到最初點 兩個人大的想法都蠻合理的 重點是Bronson的這個點就是比較有風險而已 compare到另外兩個人 我覺得D Jante加入老鷹隊啊 重點不是放在D Jante身上 其實是放在Trey Young身上 他要知道怎麼把球權奔出去 他要知道怎麼去跑 5球 我覺得老鷹才可以打出更好的成績 如果還是play in 然後你賠掉所有未來的話 那就像我講的 大家全部都我清空一下就好 甚至我覺得 如果老鷹表現還是不過好 Trey Young跟D Jante Murray 二選一你要留誰 說不定二箭堆 即使到時候就變成D Jante Murray 還有另外一個點是D Jante Murray 所以如果到了老鷹 我覺得他可以再扮演另外一個角色 就是在場算是扮演一個Vocal Leader吧 帶一點馬刺的文化 跟他們贏球的態度來到老鷹 我覺得可以先聊一下就是 關於我剛剛講的這個話題 D Jante Murray跟Trey Young 其實我真的認真認為 D Jante Murray是更好的一個艦隊基石 因為D Jante Murray 他唯一的不確定性就是他的外線 可是Trey Young有點麻煩的點是說 你不知道要針對他的特性 去進行哪一種補強 因為他防守也需要 你也需要補外圍的射手 然後你可能也需要補一些藍領的球員 譬如說像 Capella 他很多東西要補 可是Jante Murray這邊 你只需要補一些 防守3D型的球員 就好 他就可以去切傳 防守方面你也不需要去幫他插屁 搞不好老鷹真的有留這樣一手 因為對他們球團來講 我覺得也蠻硬的吧 就是等Trey Young這筆約結束了 下一個約絕對也是要給他Max 但是你要一直瘋狂給他Max 然後知道他在季后賽 永遠都是有他守不住任何人 這樣子一個問題 我個人想法是 他真的要往Curry的路線去邁進 無球要練出來 然後身體要練壯 但是他永遠不會有Curry的身體素質 這個是可以確定的 身高啊 跟他的那個 Muscle就對了 練出來他就不會叫Trey Young 練出來他就叫Trey Curry 是能練出來像Curry那樣子 到底是有幾個人 那這樣子 就是我們今天這三個新的空位 加入到新的球隊 帶給他們不一樣的職位 Let's go 最後再記得去追蹤 GM的YouTube頻道 還有我們with my homies the podcast 我們互相的Instagram 我們下集見各位 拜拜 Peace